1是世界上最早出現的一個數字 又稱為一定或者100% 相對負1 1又稱為正1 由於它是一個正數也是慢數之早 1是一個最適隱形的數 因為所有數字都能夠以1作為成分 因此1的價值只限於低層次的計算 不過更高層次的計算都是由1衍生出來 有人就證明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0等於1 他證明了適職時空 也有人證明了另一個驚人的事實 1等於2 正因為這兩個事實 1加1可能不等於2